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呢 又是一支淘宝的开箱 秋冬的大地色系的衣服 那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并且subscribe哦 我也不定期的分享每一张视频 如果你也是每一张爱好者呢 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在那边会比较长更 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了 今天的视频 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些秋季的服饰呢 都会比较薄 所以哪怕是在马来西亚 或者是马上要夏天的国家呢 都很适合去穿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在秋天的国家的话呢 这些衣服你自己去叠加的话呢 也可以穿出很漂亮的效果 那第一件呢 是一个这种蕾丝的襯衫 做工啊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脱线的 有很多问题 袖子啊还有胸前的地方呢 是镂空的 所以呢会比较透气啦 所以如果是在马来西亚 你认识要把它穿出门的话呢 也不会说太过的闷热 还有一个小心机的部分呢 就是它衣服的领口 它这个领子的高度呢 是差不多到锁骨的地方 高领的同时呢 还可以露出很大一节的脖子 非常的甜美 非常的公主风 超级推荐 第二件呢是一个这种 针织的短款上衣 那它这件针织衫呢 我觉得比之前那些BM风的针织衫好看 不止一百倍 所以袖口还有领口 还有下摆的部分呢 都有这一种木耳边的设计 会增添一点点的女人味 非常非常薄的针织 所以呢在夏天直接穿它呢 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呢就因为它够薄啊 你可以直接把它当做这种 披肩来穿也是很OK的 这件是我买到目前为止啊 最满意的一个针织短款上衣 所以非常推荐你们去买 下一个呢是一个两件套 它是一个这种白色的衬衫连衣裙 还有一个西装短裙的一个套装 这两件呢其实是分开来买的 我是在港媒操人馆挖到的包 可以穿出去炸街的一个款式 这个衬衫裙呢它不是普通的那种衬衫的领口 这种小披肩的设计 它会把这个肩膀的地方呢 弄得比较宽比较有气场比较霸气 但是呢如果是肩膀宽的女生的话呢 可能这件穿上去会比较显壮 跟它搭配的这件西装短裙 一定一定要买 它不是一个很常见的那种半身裙 它的这个设计呢是不规则的 整体的造型感呢很强 哪怕你不用它来搭配它的这个衬衫裙呢 你上面穿一个长袖啊毛衣呢 也会很好看 这个裙呢是有马术的 我买的是L 我觉得有一点太松了 就搭配它的这个衬衫裙穿的时候呢 它不够收腰 所以看起来呢没有什么腰身 你们要买的时候呢要去选 因为这件裙呢是完全改不了的 尺码要选的比较好一点点 人的话呢尽量往小马买 哪怕买回来小了的话呢 减肥 那秋天怎么可以少了西装外套呢 我觉得在淘宝上买西装外套呢 是蛮有挑战性的 因为呢本人对于西装外套的要求会比较高 但是呢我现在要推荐的这件呢 是目前为止我买过最满意的西装外套 就是穿出去啊拍照啊一定有询问率以外呢 看比Zara 绿棕色的西装外套 这件西装外套我去年的淘宝开箱已经有分享过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新的观众 所以呢我现在再快快的说一次 这件... 这件西装外套我最爱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垂坠感 它穿上去呢是那一种很慵懒 有一点点飘逸的感觉 很神奇的是它的这个版型啊又做得很好 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看呢都非常的修盛 就看上去呢有紫片人的感觉 虽然它的衣服的版型比较挺 但是呢它的布呢其实是很薄很薄的 在马来西亚穿呢完全不闷人 如果硬要讲缺点的话呢肯定就是它的价格 我好像168人民币买的 我当时真的是犹豫了差不多三个月吧 我才入手爆推鸡推 赶快去买 下一件呢是一个浅卡奇色的西装套装 它是带了一件西装长裤的 先说一下它这个长裤呢是很雷很雷的 它的这个布呢很薄很薄 就一看呢就知道是没有质感的 而且呢它的长度也很尴尬 我的腿不算很长的那一种 但是穿它了过呢也是结在我的脚踝的部分 整个呢显得腿又粗又短 而且呢大腿跟部这一边呢我穿着是有一点雷的 就它不配叫做L 把自己称为L是要侮辱谁呢? 侮辱我吗? 但是今天要重点推荐的呢是它的这个西装外套 西装外套呢说真的我拿到手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有一点色差的 我想象中呢它是这一种比较深的卡奇色 但是呢它来的颜色比较偏性色了 版型呢是没有收腰的 是那一种oversize的版型 它的长度不够长 但是呢它的这个肩膀的部分呢又做得比较宽 所以我穿上去呢看起来变得有一点矮矮胖胖的 但是这一件呢我之所以今天会拿出来推荐呢 是要推荐给爱个子的女生们的 你们真的可以去充一下 因为它一套下来呢也就七十八七十九人民币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哦我这里想要立一个flag 如果呢这支视频点赞超过五百 我就来做一支淘宝西装外套的合集 下一件呢是一个连身裙 介于棉跟棉麻中间的一个材质 其实会比较硬没有棉那么柔软 但是呢它没有像那个棉麻那么容易揍 一个收腰抓折的设计 所以呢可以显得胸很大 而且呢它的裙白呀有一个蛮高的这一种开擦 走路的时候呢微微露出腿 就很有那种小心感 那它这个衣服呢唯一等败呢 就是收腰的地方呢做得有一点高了 因为它是直接在胸部的下面做一个收腰 所以呢这个小肚子的地方呢会看起来有一点点大 那这一件呢也是推荐给你们 我觉得是那一种不挑场合都可以穿的一件 脸身裙燕麦色的牛仔短裙 这个短裙呢超级的寒 我也是看到马来西亚的网店在卖了收出来的 这个设计啊完全看不出它就只要30元 它的这些车边呢都是用这一种棕色的车边 然后跟它的裙子的这个燕麦色呢有一点相互印 没有那么无聊 你可以去搭配一些很单调的衣服呢 它都会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看透 长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但是一米五八以下的女生可能不要买了 会有一点太长 这个真的超级寒 很推荐它的这个版型呢也很正 去买去买它 下一件呢是格子英伦的A字裙 不是才开箱了一件吗 因为呢我忘记我买了这件裙子了 所以我重复下单 这一件裙子跟那一件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它这件裙子的版型呢整体会比较的窄小一点 更加的修身 而且呢它的布料会更加的硬挺 长度呢也没有那么长 会更加的严肃一点点 那如果是要穿去上班的话呢也是很OK的 它的这个质感呢真的很好很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件裙子好像26人民币上下 我觉得是很值得买的 近期买到最满意的一个西装短裤 是这个 这个版型呢虽然看起来很窄很修身 但是呢它其实呢很修肉 因为它是一个A字的版型 所以呢它的这个屁股的地方呢是有足够的空间去装下我的大屁股 的同时呢它的腰部这边呢又可以收得够紧 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就是那种 诶这个人身材比例很好 如果我这个离形身材大屁股大出腿都满意的话呢 我相信谁穿谁显瘦 下一件呢也是一件西装短裤 但是它这个西装短裤的版型呢就是近期比较流行的那一种接近五分裤的 它的这个卡其色呢真的很正 超级百搭 裤子的布啊有一点太过的薄了 不够的挺 所以呢我穿了过后呢会显得屁股很大 如果你们有那一种直男朋友的话呢 比如我朋友的男朋友 诶你的屁股看起来很大 姐真的是屁股大 但是呢它这个裤子呢完全不会修屁股 所以你们就自己去斟酌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正面看的话呢它是不会显垮的 而且呢它的这个长度呢就是那一种看起来是五分裤 但是它比五分裤还要短一点点 所以露出的小腿还有膝盖的那个长度呢会比较长 所以不会像普通的五分裤看起来那么的小短腿 今天的最后一样单品呢是一件长的这一种西装长裤 那这西装长裤呢其实是我的妹妹买的 因为它的这个码太大了 所以它就把这一件裤子给了我 然后裤子的中间呢有这种很挺很3D的一个抓折 所以呢视觉上呢就看起来会比较的直 这件裤子呢是L嘛 我觉得对我来讲有一点点松 而且因为它不够修身啊 所以呢看起来有一点闲话 看起来没有那么完美 就是一个有缺点的女人 但是大家都有缺点啊 就我是理型身材我就是屁股大怎么样 这件裤子呢虽然我手上这个是L 但是它最小的那个码呢也只是M而已 它最大的码是去到好像是两个还是三个XL 瘦子不要点进来买的裤子 好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你们有被我种草到哪一样单品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